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不想不太喜欢吃培根的人 像我本来就没有很喜欢吃的话 其实蛮意外里面有含这种东西的 之前吃会吃得出来吗 吃不出来 吃鸡肉的人但大家都输 然后他吃了鸡肉卷肉 然后如果他是个不吃猪肉的人 然后这样子他真的会很有被欺骗的感觉 大多人都像这样子打开包装 直接大口大口享用 不吃牛肉的话不少人就会选择鸡肉卷 不过那么实际买来鸡肉卷之后 确实的把它切开来看看 就发现里面不只有鸡肉 青葱以及一点一点红红的 原来是猪培根 一个个挑出来就能清楚看到 而专家也说培根碎片 增添香气和食用口感 但热量恐怕也比想象中的高 那我看到那个鸡肉卷 它的热量大概700多大卡 所以大概等于是我们一天 一餐要吃的力量 那消费者他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就会吃到他不该吃的东西 或是他不想吃到东西 业者强调没有更改内容物 是因为现在规定要标明猪肉产地 也特别在卖场招牌上写出来 才让大家意外发现 原来鸡肉卷不只有鸡肉而已 Sansion你叫我的一体太不老